作者 尔雅 由智地有生制作 第197集 原则喂了猫 是祸骨 祸骨 这是什么骨虫 为何先生刚才说并非骨毒 这其实并非是虫子 而是中毒的一种症状 万幸切开的速度快 不然的话 打开天能盖的时候 它已经化成灰了 还有这种毒啊 这种毒是掌力所致 这是用毒掌拍后脑勺 毒素进入脑袋会让其产生抽搐 毒素在脑袋里瞬间凝结成现状 因为这种毒遇水会冻 遇到气会化灰 遇到火会燃烧 因此才会出现刚才的现象 拔钉掌 这时就听殷侯和天尊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众人一起回头 什么功夫 实传已久 这功夫极其恶毒 的确会和无风掌弄混 内力的确是被瞬间抽走的 不过不是从体内 而是从头顶 现在江湖上还有谁会这功夫 实传了 那很久以前呢 谁会用啊 殷侯和天尊此时都露出了一副困惑的表情 似乎这答案比较出乎意料 有什么问题啊 不能说的 这倒不是 似乎与那件事情没关系 莫不是多虑了 殷侯这话并非对着众人说 而是对着天尊说的 天尊也点了点头 可能真的是想多了 外公 你俩别打雅弥啊 百年前江湖大鳄之一的鬼恶猖愧发明的这招数 并且没传下去 就在他这一带失传了 确定他没传 那是 他二十出头就死了 那会儿没切儿 罪信武术 心底贼坏 天尊说着 一指阴侯 他给弄死的 你打死的 这小子坏得都冒泡了 不载了将来围惑人间 那也就是说 众人都看到了那个白衣 与其说他是狐妖 不如说是一个会拔钉爪的高手 林业火的嫌疑倒是可以排除了 这件案子似乎牵连到江湖上失传的武学 那凶手从西域一直作案到松江府 一定有他的理由 还需接着查 最好啊 是能别再死人了 这线索有是有了 不过少得可怜 看来 想到这里 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看身边的白玉堂 只有等到晚上没人的时候 逼问这白耗子 究竟有什么秘密 需要天尊和外公这样隐瞒 远处天尊突然低声威胁殷侯 老鬼 可拔驰住 什么 我是说那些事情 你外孙要是来谋 可要意志坚定 不许说就是不许说 殷侯哭笑不得 看着天尊 天尊见他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 不满 怎么 殷侯将他脸推向另一边 示意他看证眉来眼去交流的展昭和白玉堂 谁说招会来磨我 有个更容易磨的在身边 玉堂不会那么把持不住吧 他一向很有原则 不是我不提醒你啊 你家徒弟什么都好 就是原则都喂了猫了 一点都没剩下 因为公孙发现了拔钉爪这个线索 案件出现了大的进展 不过也有一条 那位发明拔钉爪的高手 死了都快小一百年了 是什么人继承了他的功夫 来这儿为非作歹呢 也许对方 也有那么点嫁祸淋一火的意思 包拯觉得线索是有了 得从长计议 晚饭的时候 白玉堂江众人都带去了陷空岛 连包拯和庞太师也带去了 卢方知道 包拯比较避迹大摆严厌之类的 所以也就跟白天似的 大家吃家常饭 团团围坐气氛融洽 众人都吃着喝着 就见站了展昭身边一个位子的林叶火 盯着盘子里的一个龙虾憋气 他跟那龙虾大眼瞪小眼的 也不下手 不知道怎么着 坐在他另一边的邹良 突然问了一句 想看到他活过来 哼 不是哑巴吗 什么时候好了 邹良也不说话 突然伸手 用一根筷子 对着龙虾的脑门偏下的位置 戳了一下 噗一声 一小处汤汁喷了出来 不偏不倚喷了林叶火一脸 众人沉默 林叶火伸手摸了一把 满脸油腻腻的汤水 还带着一股蒜味 就见火凤堂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 连萧良都张大了嘴 看着邹良那眼神满是敬佩 林叶火擦完了脸 缓缓地转脸看邹良 双目相对 邹良轻轻放下手里那一根筷子 受划了 众人再一次沉默 火凤堂的几大高手接着抽一口气 同时就见林叶火 噔一声蹦了起来 开口就骂 你奶奶的 老子 这一嘴的脏话呢 公孙一把捂住小四枣耳朵 肃轻去捂住萧良的 展昭顺手捂住白玉堂的 白玉堂无奈地看了展昭一眼 林叶火骂了脏话 抬手就要掀桌子 幸好那头鹰猴和天尊 一人一边按住桌子 这掀了一桌美食 太可惜了 嘿你 你这个眼巴出来 我要和你单挑 林叶火一把揪住邹良的衣服领子 就见邹良依然是那么面无表情的 缓缓开口说出几个字 手下拜将 林叶火倒抽了一口冷气了 扑上去掐住邹良脖子 你也要掐死你 罗子木和柳寒星觉得这不像话 赶紧就去拦住 林叶火被揪住了 往后拉还蹬腿呢 你放手 老子要灭了他 那头 卢方和包大人继续喝酒聊天 庞太师摸着胡须 跟蒋平研究陷空岛的生意经 这边闹得天翻地覆 诸葛因见不像话了 就提醒林叶火 堂主啊 冷静啊 下午想的巧貌大计呢 什么呀 不记得了 这时 天尊指了指凳子 坐下好好吃饭 毕竟年纪大了 太吵 他也听着烦 林叶火扁嘴 皱鼻子 不过天尊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乖乖回去坐好 转脸瞪邹良 咬牙切齿的 转什么呀 等你伤好了咱俩再来打过 这次不让你 邹良拆开一只螃蟹 腿正湿肉呢 听到他说 似笑非笑的哼了一句 哼什么 别动 邹良突然转过脸 看着林叶火 林叶火一愣 干嘛 邹良指了指那只瞪着眼的龙虾 又指了指林叶火 开口说出两个字 真像啊 林叶火又要蹦起来掀桌子 阴侯和天尊按住 林叶火又被火凤堂众人拽住 飙脏话 公孙继续捂着正嚼一个 四喜丸子的小四字的耳朵 肃清捂着正味小四字 吃四喜丸子的消凉的耳朵 展昭顺手去捂白玉堂的 这一顿晚饭吃得贼热闹 邹良别看话不多 平时也没见他跟谁耍贫嘴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看林叶火 特别不顺眼 时不时爆出一两个字的 气得林叶火爆跳如雷 吃完了饭 徐庆他们提议说什么 看烟花 不过展昭一把抓起白玉堂 先回房 烟花什么的明天再看 说完 展昭把白玉堂拽走了 蒋平摇着扇子摸着胡须 有些纳闷 诶 展小猫好着急的样子呀 诶 四弟 怎么这么叫展南侠 卢方不满 韩张却点点头 不过叫这还蛮顺口的 我们去玉堂的院子里赏月吧 看那有好酒 说完 天尊溜溜达达 往白玉堂的院子走 只是刚到了院子门口 众人发现院门紧闭 徐庆闹不明白了 白玉堂打小长那么大 也没锁过院门呢 今儿个怎么的了 诶 都散了吧 早睡早起啊 这时 敏秀秀帮着驱赶众人 众人无奈只好各自散去 阴侯也准备回方休息了 被天尊拽住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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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玉堂不会真的说吧 说什么 刚才 你说我家玉堂原则都喂猫了 它现在跟一只猫被单独灌在小楼里 该不会一不小心 就真的说出那些事情 阴侯没等天尊说完 一个劲儿摇头 天尊刚拍了拍胸口 想讲一句那就好 却看阴侯一挑眉 这件事情 你要相信的 用不着怀疑 因为 他是绝对会说 怎么大喘气呢你 你管那么多呢 阴侯困了 准备接着去睡 但是天尊一拽的 走 去逃跳 哎呀 变态呀 一把年纪听 小年轻抢脚啊 哎呀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